今次的電影正正給了我有一個新的感受和新的衝擊 因為我們一向西施和中施是分開來學 所以我都是第一次才知道原來他們兩個是可以有這麼多的教材 這位同學所說的就是中國清朝皇帝康熙 以及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究竟這兩大帝王一身素未謀面 為何可以聲聲相識 適逢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週年 廣州市廣播電視台等出品了記錄電影《康熙與露營十四》 近日更加在香港舉行首映禮 將這段鮮為人知的兩國友好歷史 通過大銀幕呈現給香港觀眾 文明應該復健而非衝突 文明應交流而多彩 因復健而豐富 這是紀錄電影 不是故事篇 其中的所有事件和人物不是虛擬的 都是有實證的 廣州出品的好電影 也來到了香港也走向的世界 這部紀錄電影 叫《近港向海》 隨後康熙皇帝和素未謀面的《露營十四》 遙距展開互動 開啟了東西方兩大文明 在科技、商貿和思想文化交流的故事 看完這部極具知識性的影片之後 無論是中學校長 還是一班同學都讚不絕口 他們對時那一刻就有一種 中國和外國的兩種合作和交融的震撼感 雖然他們兩個以前從未見過面 但是他們隔著這麼遠的距離下 好像認識了很久的自己 課本上沒有教過 老師沒有教過的知識 其實這部紀錄片也幫助我們了解和明白了很多 正正在我們香港特別的社區裡面 我們怎麼可以發揮到中西文化交匯的一個特點 教導同學這種美美與共的精神 所以我覺得作為校長 是非常欣賞這部電影